5日 加州州长纽森来到洛杉矶中国城造势 肯定亚裔对加州发展做出的贡献 呼吁选民终止这场罢免 为纽森站台的联邦众议员赵美新 加州众议员州本力均提醒选民 挑战纽森的候选人有反移民倾向 而且有意对抗现行的防疫政策 5日 距离此次特别选举的投票截止日期还剩最后9天 纽森在众多华裔民选官员的陪同下 来到洛杉矶中国城的文华商场 为恶族罢免遭事 纽森表示 他自幼生活在旧金山 对那里的中国城感到自豪 一直认为旧金山是最多元化的城市 而且他那时也知道洛杉矶的中国城 纽森在讲话时肯定了亚裔对加州的贡献 他表示 加州有今天的成就 也要归功于亚太裔社区的贡献 纽森提醒说 过去数年 当总统特朗普发表一些 唤起仇外情绪的言论时 他则立即站出来反对 他表示 在加州的历史上 排华法案 排日政策均出现过 而今天的多元社会 并非是轻而易举取得的 大家有责任维护 他呼吁亚裔民众 投票对这场罢免说不 他提醒说 反对罢免 也就是对多元化 对移民及移民社区的支持 纽森在发表演讲前 曾经拜访了文华商场的小商家 甚至深入当地餐馆的厨房视察 在现场为纽森站台的联邦众议员赵美心表示 不能让特朗普的克隆人有机会做州长 谈及挑战纽森的候选人要在上台之后 撤销加州正在实施的防疫政策时 赵美心表示 大家的生命取决于此次的特别选举 他表示 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刻 有人居然频繁使用中国病毒 功夫流感等挑动仇恨的词语 让针对亚裔的暴力与仇恨犯罪事件巨增 而挑战纽森的共和党热门州长候选人 埃尔德竟然为特朗普的这些言论辩护 纽森的支持者 加州众议员周本利表示 埃尔德对抗防疫令是很危险的 执行不执行防疫令是个生与死的问题 周本利肯定了纽森的政绩 称赞他推动了众多有益于亚裔的政策 并于前不久签署了一项1.56亿元预算案 用于对抗仇恨犯罪 周本利相信 这一预算案对遭受仇恨犯罪重创的 华人社区帮助很大 加州第66选区日益众议员村土康郎 洛杉矶社区学院学区理事方树强 盛盖博士副市长廖钦和 蒙特利公园市议员罗佩婷等民选官员 以及罗省中华会馆主席廖美华 监市长邝松林 美国华人华侨联谊会创会会长马树荣 华浦服务中心首席执行官吴敬群 洛杉矶华美博物馆董事会主席 阮桂敏等出席了当天的造势活动 当天的活动是游加州民主党亚裔副主席 马永昌主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